没有像我们这个 恒大半年赔好几个亿 还在疯狂的砸钱 还在买球员 你不扯淡吗 你凭什么你赔这么多钱 你还 但恒大说他要拿冠军 所以要最好的球员 拿冠军图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 放到了孩子们身上 放在培养教练员身上 放在你建设主场身上 你的基地身上 你的足校都已经校长辞职了 就是片面追求足球成绩 足足 急功近利 跟足球本身没有任何关系